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防网一新闻首页的系列课程 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进入我们整个系列课程的第三部分 教大家如何去优化我们之前写过的代码 然后这节课我暂定为分为上下两部分 OK,我们还是打开我们之前的工程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这个VIOcontroller为基础,然后进行编写的代码 然后呢,首先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改造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这个页面里面的所有的subwheel初始化的部分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用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lazy的加载方法 也就是揽加载那个方法来加载我们所有的这个wheel 这样写起来呢,可以让wheel的设置更加聚合一些 然后看起来会更加方便,然后修改起来也会更加便利 然后呢,这个懒加载具体要怎么写呢 我会一步一步跟大家说 首先呢,第一步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前面加一个关键字 然后呢,这个关键字就是lazy 然后呢,在之后我们需要 哦,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一定要生成bar的 不能生成lat lat是没有办法使用懒加载这个特性的 然后呢,再复值 复值最后我们跟了一个b包 这个b包是一个我们这个懒加载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b包里面写我们的初始化代码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使用lat了 呃,我们声明一个temp的变量 然后我们初始化一个title segment 然后调用它的init with frame的方法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frame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设置的这个frame是什么 然后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这样避免出错 OK,然后设置完以后 它的frame我们还记得 我们之前这个segment 是有一个array的数组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对这个数组 再把它复制到这个方法里面来 如果我们这个数据不是写死的 而是从网上获得的话 我们是可以写在我们的网络请求成功以后的 但是这个地方由于我们的data是写死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在我们这个懒加方法里面了 然后最后一步呢 就是要把我们这个temp返回回来 OK,这样我们就用懒加载的方法 然后写好了我们的这个segment的初始化方法 然后呢,当我们这个segment 这个属性第一次被加载的时候 我们这个b包里面的方法才会被执行 如果我们不调用它的这个segment的话 这里面的方法就永远也不会执行的 然后我们再把代码稍微修改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设置成这个是 已经没有option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问号和感叹号都可以删掉了 OK,没有报错 说明我们写的这个在语法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可以跑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哦,我们这个地方还得修改一下 这个地方是调用的是temp OK,然后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抛起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写下面的这个top wheel的lazy方法的 拦加载的触手画方法 我们还是先加上lazy的关键字 然后后面接一个笔包 然后在里边我们还是生命的叫temp的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一个scroll image wheel 然后呢,我们用它的init with frame的方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frame是多少 也是直接复制过来 OK,然后这一句就可以删掉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再return temp OK,这样我们这个top wheel也是这个scroll image wheel的触手画方法也就写好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电影器有个爆错 我们去看一下 哦,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已经不是option了 所以去掉这个感叹号 这回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代码就更加集约一下 每个地方当我们想修改其中一个元素的时候 只需要到它相应的触手画方法里面来修改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table wheel也改成lazy的方法 嗯,这样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叫tump就可以了 然后UI table wheel 然后还是调用它的init with frame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layout里面在这个地方设置了table wheel的frame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ok 然后我们可以return time wheel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另外一个方法也拿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有几个设置delegate 然后以及设置我们table wheel的sell的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也把它放到我们的lazy加载方法里面 嗯,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设置segment的delegate 然后我们也把它拿过来放到我们的title这里面 然后呢,再修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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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改成tump ok 呃,我看一下 这个是 啊,现在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是不能使用这个sell的 那没有办法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东西先还是放回去吧 我们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时候大家发现我们这个sell up layout这个方法已经变空了 那它是不是没有用呢 其实不是 是这样 因为我们当前的这个页面里面并没有一些 嗯,有相对布局的元素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和我们的屏幕一样宽的一些 呃,一些subwheel 当我们有一些需要相对布局的元素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方法里面写相对布局的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暂时留在这里 就不去动它了 然后我们所有的lizy方法就都写完了 然后这个refresher 因为它没有不需要设置什么东西 只是一个处置化 所以我们就不使用lizy方法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改进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处理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用optional bonding进行数据处理 其实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写很多层这个optional bonding 如果我们的这个数据结构更复杂一些 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的地方代码是有多复杂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要借助一个第三方库 然后呢,我们这个第三方库叫什么呢 可以搜一下 它叫swifty json OK,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第一个这个名字的这个库 然后呢,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podfile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加进来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pod install 然后装上这个库 OK,已经装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教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个库 来简化我们这个数据处理代码 OK,首先第一步 我们还是要引入我们的sifty json的这个库 然后呢,引入库以后 我们再接着进行我们的数据处理 OK,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是做了一个 我们还是 首先我们声明一个变量 然后叫做json 然后呢,第二步 我们要调用一个我们这个json数据的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 这样,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result扔进去 然后在swift里面呢 还有一个语言特性 我们这个 是result是支持的 首先我们声明一个let 然后在success里面可以放我们的data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使用data的这个数据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有了一个json的这个对象 然后我们还是使用optional bonding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直接对这个json使用我们的这个方法来拿到他的 OK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就直接拿到了一个我们的temporary 就不用像之前那么麻烦要进行两步判断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anyobject 这样我们就拿到了一个anyobject的temporary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进行一层这个optional bonding 我们要接下来要干的事情呢 是这个 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array 我们再起一个名字吧 这个就叫newsarray 然后呢 它要被我们转换成 newsarray 这样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几个方法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修改一下 这一句是不需要的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self.newsarray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就处理完了这个 其实swift.json在只拿一级的这个地方是表现不出来它的优越性的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去处理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数据处理 就是我们拿这个array数组的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先从零里面 第0个元素 然后我们又从他这儿拿了这个add这个字段 然后是一个nsarray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处理这一部分的代码 首先我们要拿到我们这个add the array 然后我们还是从这个json拿到这个第一个数据 然后呢再拿到它的第0个元素 然后再从其中拿到我们的a字字段 ok 这样我们就拿到了一个array 然后我再教大家接下来如何处理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的类型是一个array 然后呢这个array要实现这个json的这个协议 然后呢在这儿我们把它返回成array 这样我们就能拿到一个这个add array了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这个方法复制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稍微修改一下 直接改成string ok 这样我们就用这个swifty完成了我们这个数据的处理 然后它相对我们用很多的那个let 然后再做很多这个bonding处理 然后又用很多as这样来转换来转换去的 要方便很多 我们可以跑一下 效果应该和以前是完全一样的 ok大家可以看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用这个swifty json可以很大程度的简化我们这个数据处理的逻辑 然后让逻辑变得更加清晰一些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的地方代码再稍微优化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地方声称声明成这个ns array 然后呢这一句代码就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地方改成temporary 这样就又少了几行代码 就代码也变得逻辑变得更加清晰 所以说这个swifty json对于我们从网络上拿回来的数据 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的第三方库 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库 然后呢可以让我们的代码的效率变得更高 ok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这么多 首先呢给大家讲了一下使用这个lazy的方法 加载我们的页面的subwheel 然后呢接下来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用这个swifty json进行数据处理 然后这两个方法呢都是为了优化我们这个代码的整个的结构和稳定性 然后呢在下节课我会教大家如何将这个我们tablewheel的delegate 独立到另外一个类中去 然后呢这样可以大幅的减小一个wheelcontroller的代码数量 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tablewheel可以有多个delegate 然后可以让代码变得更加简单 也可以让tablewheel支持更多的数据显示 ok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防网易新闻首页的课程 然后我是winsky 大家再见 拜拜